罢免投票日倒数两周 立委林长佐地毯式败票 由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发起的罢免案 中正万华在地蓝军却鲜少宣传 连在地蓝营里长都有感觉 我看我们有三个议员 也都没有在发动 对 真说实在的 对这个罢免我也是很反对 何德里里长曾任前国民党立委林玉芳助理 即使林玉芳卸任还是常有互动 但面对这次罢场 他选择力挺林长佐 我们没有港东牌啊 但是我隔离就是他打电话给我 真的啊 林长佐的助理那个小康 他们跟我们的互动都很好 反而我给你控 我说实在的 另外助理什么都很少 还有中正区长期被视为蓝大鱼绿 国民党籍的文祥里里长李淑珍 甚至公开邀请林长佐参与里民活动 大方合照 另外这一位华中里里长 前年才出席国民党在万华区的会议 也直言霸场缺乏正当性 我觉得不晓得这一次 可能中小民运员他的罢免 案的一些正当性或是动机是在哪里 除非说他是没有在做事 地方基层对霸场反弹 蓝营决策核心当然也嗅到民意 投票已经倒数 态度依然消极 有很多国民党籍的里长 他不能针对这个罢免案 碍于他的党籍 不能公开讲他的态度 罢免理由不充分 应该是他们自己党内有发现的事情 林长佐指出 中正万华里长以蓝营居多 平时选民服务也和蓝营民带协力 如今中小平以蓝军自居霸场 但从党中央到基层 恐怕自家人都停不下去 三大小林海就终会其他道